40年以上的一些小吃 美食节正式开幕 满满一桌子的美食 有红烧曼烧卖鹅仔间 市长张通荣及议长黄景泰 担任行销大使 一口接着一口 活动请来各县市的城隍庙主委 丽林基隆 今年城隍文化祭 除了庙会活动之外 美食方面主推40年的店家 连续多年举办美食的活动 不少商家都说 对生意有激励的作用 这几年办美食下来 有让很多外地人都知道说 除了庙口以外 基隆火车在旁边这条下山路 也是基隆 这是老之号老栽培的最有名 而且是最道地的美食 这个下山路 下市路 我们的这个美食文化节的一个活动 更重要的 我们来做我们基隆市的一个戒烟的先导 我想今天意义非常深严 尤其我们基隆护国城隍庙 结合我们全国各友会 各宫庙 每一年将我们城隍日巡夜巡 所有文化记忆的宗教科医活动 让我们所有市民朋友 更加了解 我们基隆是一个非常有宗教意涵 开幕仪式上首度结合卫生局 聚烟冰酒的活动 市长 议长及卫生局长等人 一起呼喊口号 我们希望透过跟这种跟民俗活动的一个结合 看如何从基层 开始把这个借烟冰酒的活动 逐步的往上推展 希望达到整个基隆市 能够把烟冰酒降到一个合理的一个比例 基隆城隍文化记 今天举行驻售大典 文化记夜巡和日巡的活动 分别在农历的8月14和16日 也邀请国人一起来参与这难得的宗教盛事 记者黄烧民采访报道